那我們說頭髮是影響人一個形象 70%的部位 我們稍微記一下看來他光頭的情況 那我們現在把他戴上假髮 有什麼插拚嗎 我們要做一個糖果的包包 額環 像這些裝飾什麼眼線眼影 額環手勢這些都是班人的結構定好之後 再去把它加裝上去 那才不會變形 如果一開始就注意手勢啊 這些很小的部分 那很大的整體的鼓勵就會跑掉 好 大陸的部位子抵押 下面那個飯粒會花比較多時間 那下一次上課要畫頭像的水彩 所以你必須要先在你的水彩指上打好抄桿 那我們要畫一個羊腳或是浮腳 等一下要介紹羊腳跟浮腳的畫法 它會用到我們的政策面 所以上禮拜先介紹的那個政策面 那記得下一次來上課的時候 先在你的水彩指上打好羊腳或是浮腳的抄桿 淡淡的進幾天就可以了 把腦上的上側